持续来关注中国佛教协会 日前是跨海来台 参加的是高雄佛光山 追思缅怀幸运大师 并且参加幸运大师的赞颂会 中国佛教协会 自证了精灵佛典和佛光山结缘 副会长宗信法师他也表示 两岸的佛教界应该要携手 延续幸运大师的慈心悲怨 持续来弘扬人间佛教 佛光山开山幸运大师 元吉百日 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刘威 及副会长宗信和尚 率一行人抵达佛光山 由佛光山总长心宝和尚迎接 至大宗宝殿礼佛 进行接驾仪式 我们自己人 在世线大的心弦 也有在不同场合 永远有信任到大师 所以我们也深知大师的灰心在里面 我想我们接下来 我们两岸的佛教教人员 并应该新手来继承大师的音乐 推动我们两岸佛教 那大师已经领解了 我想这份的教育 我们还是要继续下去 尤其是大师的法文 在大陆的台湾的法子 所以我想我们一起努力 佛法为建的佛教 继续在大陆移共共同开 而2016年在南京的金陵科金处 扩大重建并举办一百五十周年活动 幸运大师也受邀出席 而这一次中国佛教协会的到来 为持续推动两岸佛教发展 在赞颂会场上 中佛协秘书长刘威 自副会长宗姓和尚 也致赞金陵佛典 而我方则赠颂佛光大仗 兼级感谢状 展现彼此交流情谊 佛光山开山幸运大师圆节十方 各界深知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悲心愿力 书圣因缘下势必激励佛教界 延续大师一致 弘扬各界 而这位是曾经家梁寒瑶 高雄财务报道